不好意思啊 迟到了 刚赶了一个采访 真好 老是这么忙 对呀 喜欢忙 服务员 一杯咖啡谢谢 好的 稍等 生活多充实啊 独立 自强 你是新女性的典范啊 你今天专门叫我出来 是挤怼我的对吧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有点 有点心烦 想找个人聊聊天 可是考儿又不在 对了 考上你耿末吃什么情况啊 我看报道说 说考儿是借助叶莎 跟耿末吃婚姻的第三者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所以说 这丫头像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谁让她是耿末吃的 绯闻女友呢 只能回红江避避风头去了 那耿末吃什么态度啊 不知道 这还没有回应呢 将来怎么着不知道呢 别说他们了行吗 你个性怎么样啊 嗯 看你气色不好啊 跟老公吵架了 真吵架了 我跟她现在 哎呦 好像都不能好好说话 我一跟她说话她就急 对我不耐烦 也没时间陪孩子 哎 她现在是主刀医生 忙是肯定的 她对你够好的了 住那么大的房子 别不知足啊 她给你这么多好东西 她不忙点儿行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 我现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是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现在一点都不快乐 我觉得 她有外遇了 没有 她那么忙 哪有时间想这些问题 那你就不要作了嘛 我有吗 你这不就是作吗你啊 这还不多呢 那男人为了家庭努力工作 这 这很好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除非她什么 对你不好 冷落你有外遇 或者家暴什么的 因为你没办法指责她的 你说什么 什么 家 我 我就随口一说 是张千山那么好的一个人 又高等学历 她能对你家暴吗 怎么才算家暴 她不会真的对你家暴了吧 啊 没有 那你就别埋怨她了 你那个多体谅点她 嗯 你要是什么心里边闷 然后呢情绪不知道怎么发解 哎呀你这样吧 你去找心理医生 让心理医生来辅导你 你说什么呢 什么心理医生 不是这很正常啊 你别排斥 现在是个都市人都找心理医生 那齐树杰不常年找心理医生吗 那她还不许死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你小心点啊 嗯 下个 嗯 这次回来的 怎么连她招呼都不担 是不是又在外面惹祸了呀 哪有 就是跟同事调了个班 不就回来了呢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跟一个叫 叶莎的老公再来往啊 啊 谁说的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她 那怎么有人在青城看见你俩 听米兰她妈说的吧 我妈那张嘴咪还不知道 就喜欢搬东室呗 姐 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想我了吧 死丫头 你说啊 我在的时候 你天天跟我吵了 又不在了 你就那么想我 什么不在了 呸呸呸 想说 妈 我刚刚看到爸爸在巷子 买球 买呗 我姐姐回来她高兴 和她喝两钟呗 哎 你清风口味怎么样啊 呃 还凑合 还凑合 几个意思啊你 都到处第几名了 还行 嗯 妈啊 起好不容易回来 你能别扫心吗 姐 你走 我跟你说点事 走 什么事啊 走啊 嗯 去吧 去吧 那 哎 哎 哎 走走走 姐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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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嗯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跟那个钢琴家 耿摩驰人说啊 死丫头找抽吧 姐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有一个同学 叫王凯伦 特帅 他也是学钢琴的 特崇拜耿摩驰 他知道你认识耿摩驰之之后 就求我 能不能要个亲密什么的 我不认识他 嗯 死丫头 哪儿能来的 姐 你就别藏着叶子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公众人物 对待男女关系 都很低调的 要保护隐私嘛 但是我是你妹啊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被嘴 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可以啊 也要个亲密呗 我用到 行 妈 丫头 你在叫 你还叫 嚣不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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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嚣了 �리來 мне 嚣不嚣 你ج了解到一点情况啊 总之呢 你跟耿麦池 就成了冤大頭 万甄甄寢死 压根就是为了炒作 她这两年没有作品 还被封为什么票房毒药 人气下滑得厉害 所以这次就借耿末驰呢 重新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他的烂事扯上我干吗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有些话我都不想说了 我都说一百遍了啊 耿末驰这样的男人 不是你销售得起的 不招惹他了行吗 好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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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了啊 我先公闭两天再说 耿末驰 你个坑铁火 流星 耿末驰 你看 有流星 今天有流星啊 是啊 这就是我把你带来这儿的目的 双子座流星鱼很难遇到的 耿末驰 问你个问题 你问 你爱过吗 是那种真心实意纯粹的爱 不参加任何杂志 不参加任何杂志 单纯的爱一个人 你有过吗 喂 牧师 你在哪儿呢 德国的方便刚给我打完电话 说要辗缓签约 说白了吧 就是不想签了 还要让我们把预付的这个预付款啊 给他们打回去 可是这笔钱我们当违约金 已经赔给了美国的创评公司啊 墨迟 墨迟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反正这次我们是亏大了 对了 还有这个万珍珍也不消停 傍晚的时候在医院发了一个声明 说自己啊不是自杀 是自己误食了很多安眠药 但是承认自己是为情所困 这种说法很具有误导性 让人很多人联想到你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就堵在公寓门口 墨迟你在哪儿 我让小陈开车接你去酒店 不用找我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墨迟 事情也到这种地步 你不要想太多 媒体我来处理 对了 还有小林 我把她开除了 这丫头心思太复杂 不适合在你身边工作 我回来再给你找一个 大文 你信命吗 我信 你信心就是我 你信心是什么 你信心av que la opinión 一点小意思 你太客气了 放那儿吧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千山的爱人 好年轻啊 那当然 张医生年轻有为 他太太啊 肯定也年轻嘛 民师出高途 张医生可是马教授的 得以门生 那就是说 要接马教授的班了 那可不一定 外科还有好多医生 都很优秀呢 张医生的希望 还是最大的 你请坐吧 坐吧 好 你是姓李吧 对 我叫李英之 坐吧 坐吧 小李啊 那下周的派对 你可要记得来呀 对了 我听张医生说 你很会做典型和寿司 过两天 你可不可以到我这里来 帮下忙 我请他厨师啊 不太会做这个 再说 也忙不过来 先生 你说怎么办啊 马副用说的周三 是淡淡的生日 我已经答应了淡淡 带他去海底世界 我已经答应了淡淡 答应孩子的事情 如果做不到 我该怎么跟他说呀 英之 你得分得出轻重啊 那孩子生日年年过嘛 哄哄他就好了 他是你儿子 我知道 他是我儿子 那我现在的努力 不就是为他将来吗 我现在拼一把 将来少奋斗十年了 知道 你让他少奋斗十年 却让他的童年缺失父爱 我不认为将来 他会感激你 该他走的路 就得让他去走 谁也替代不了 还有 父母不应该失信于孩子 你老这样对他 他将来就不相信你了 我觉得 你不应该这样 不是 孩子才多大 你哄哄他不就完了吗 他过来他就忘了啊 先生 你能不能 行了 你别 我跟你说你别逼我啊 你逼激了我 做什么过分事你别怨我 累了一天了 回来睡个觉 你看看你唠叨的 你在这睡我 我去客房